我收到一個電話 是用我老公的電話打電話來的 不是我先生本人 其實是他的伙計 就說叫我冷靜點 他現在受了傷 頸部受了傷 去了哪一間醫院 叫我幫他收拾一些東西 就出發去這間醫院看 當時是什麼心情 很擔心 您怕什麼 擔心什麼 怕我失去了老公 還有小朋友 失去了爸爸 您老公做警察已經做了很長時間 這是他第一次受傷 還是這次您的感受特別不一樣 這麼多年以來 我是第一次受傷 以前我會覺得他的工作 是幫人維持治安 從來不會擔心他 因為這幾個月他們的暴力行為 實在太過嚴重 所以這幾個月真的很擔心 經過頭幾個月之後 自己那個人一看到這些負面的東西 真的很不開心 有時甚至連新聞 所有媒體的東西都不想去看 為什麼不願意看新聞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對警察的抹黑 說警察是壞人 或者警察做的不對 是因為這個你不願意看 還是因為什麼 是 看了自己會很不開心 個人好像覺得自己是被人孤立的一群 而且也不想被小朋友看到這樣的新聞 小朋友心情有影響嗎 他暫時都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是爸爸的頸部受傷 小朋友的反應是什麽 可能這幾個月 因為都是先生上班的時間比較長 主要都是我照顧 他見到爸爸的時間其實都不是很多 爸爸出了院 他們就會特別掛念 因為都整個星期 見到爸爸都有問爸爸你怎樣 痛不痛啊 但是他們就 他們不知道因什麼事 因為爸爸的頸部受了傷 他們現在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是嗎 沒有跟他們講 不知道 不好意思 離開看離開 那孩子們知道爸爸是警察嗎 知道 他們在學校裡 他們在生活中 有沒有受到任何的被人罵他們 或者欺負對欺凌 或者您作為警察的家屬 您有沒有受到任何威脅 比如說網絡的起底 或者您認識的警嫂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先生都被人起底 其實小朋友的學校都會有 但是暫時都沒有受到騷擾 但是我都有朋友 現在大家的小朋友 都不可以告訴別人 爸爸是做警察 以前是很驕傲 以前是為了保護他們 叫他們盡量不要和別人 不要提及這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我都不知道 你覺得為什麼社會上 有那麼多人對警察 這麼不信 一下子對警察有這麼多質疑 我都不太明白 可能他們不喜歡政府 想找一些東西來 我都不太知道 有時候我看到馬路上 有很多塗鴉 也是罵警察 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這些 有什麼感受 我小朋友都有見到 經常都問我 這些是什麼 為什麼貼到周圍都是 那一刻都不知道 有什麼反應 只是說 不可以四周圍貼 四周圍塗鴉 這些是不好的行為 因為如果不是做清潔的人 就會很辛苦 這樣去教他們 您現在是比以前更支持您的老公 還是說希望他換一個職業 不要這麼危險 我會更支持他 既然他自己都很堅定 不會選擇這個職業 我都會全力支持他 如果您的孩子 將來也選擇做警察 您會同意嗎 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冷靜 您能夠生氣 反應 您有什麼追求 您能夠生氣 您能夠生氣 或貴ru 您的孩子 有何氣 在他身上 忽略